辽宁山村惊献诡异怪事 村里的土地竟然在半夜冒起了青烟 渠黑的土壤用火一点就能燃烧 最让人感到惊骇的 就是村民们在八景时 居然挖出了一副巨大的白骨 这接二连三的怪事 让附近的人都惶恐不安 但是当地的村民们却都习以为常了 甚至村里还流传着地下宝藏的传说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这个村落到底是不祥之地 还是其中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情啊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辽宁安山的苏寺沟镇 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村落 这个村子名叫罗圈里 别看名字不太响亮 但是名气早就已经在外了 而罗圈里最为出名的一个现象 还要从他们村发生的一件怪事说起 那天晚上夜黑风高 村里的小伙林玄民 原本在屋里睡得好好的 但是却被一阵冷意给惊醒了 他还以为是外面起了风 于是就出门看了看情况 没想到刚在外面走了几步 林玄民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得毛骨悚然 只见远处空旷的田野间 一股股青烟从地上肆意而起 原本林玄民还以为是谁在地里点了火 但是仔细瞅了瞅 却没有看见一点火星 那些青烟是真的平白无故 从地下冒出来的 再一想想最近的日期 可不是快到七月十五中原节了 林玄民是越想心里越害怕 最后更是转头就往屋里冲 辗转难眠了一晚上 林玄民还是没能说服自己是看花了眼 于是就把这件事给亲朋好友们说了 顿时就在村里引起了一番热议 只不过村民们当时并没有往鬼神之说方面想 还以为是谁家在地里点了玉米干呢 他们甚至还找到了田地的主人老夏求证 没想到老夏还真给了村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 直言自己把玉米割了之后 当天就把地里剩的玉米干给烧了 估计是火灭了之后烟还没散完呢 听了老夏的几时林玄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就在村民们三三两两散去后 老夏却坐在院里陷入了沉思 他昨日确实点了火 可按照他多年的经验 地里的那点接杆压根就烧不到晚上 更别说大半夜里还冒着烟了 该不会这时确实有什么蹊跷吧 老夏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于是直接就去地里仔细观察一番 没想到地里的情况还真有所变化 泥土的颜色都隐隐透着青色 老夏直接抓了一把土 拿起火机就随意点了一下 结果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这些土竟然还真被点着了 起的火苗不算大 但是却有青烟冒出 而且气味十分刺鼻 就像牛粪一样熏人 对于这个发现老夏很是震惊 于是就找了村里人一起研究 到底是咋回事 起初村民们都挺高兴 还以为他们村挖出煤炭了呢 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土奇怪是奇怪 就是用土布广 除了让庄稼长得更好之外 燃烧价值还不如煤炭呢 久而久之村民们对神秘土株的好奇心 也就消散了 只不过罗泉里村这奇异的现象 还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流传开来 记者也想探寻其中的真相 于是就亲自到村里来考察 没想到一进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辽宁山村惊献神秘土制 土地竟然在半夜冒起了青烟 而且用火一点就能燃烧 最害人的就是村民们在挖井石 居然挖出了一副巨大的白骨 附近的人都说村子被诅咒了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只见几个村民正在一个小河沟里取水 河沟里的水特别浑看着就难以入口 更别说上面还泛着一层油光了 原本记者还以为 他们打水是用来浇地的 结果下一秒一位村民就面不改色的 把从河沟里打滴水喝进了嘴里 这下可把记者给看呆了 难不成这沟里的水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于是记者就上前和村民们攀谈 问出了自己心头的疑惑 而村民的回答让记者更是一头雾水 据村民们介绍 这沟里的水虽然看起来不干净 但是他们村里人世世代代都喝这里的水 反而个个都身体健康又长寿 记者听了这番话决定自己也亲自尝尝 刚把碗端到嘴边 就闻到一股铁锈味 补一入嘴沟水的四味 就充斥了口腔 这水的味道实在是难以下咽 为啥村民们非要食用沟里的水呢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 几十年前的那件怪事了 据村民林宇德回忆 他小时候就曾看着村里的大人们去打井 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挖井都不出水 哪怕他们已经把井挖得看不清底下的人了 但依旧一滴水都流不出来 为了维持生活村民们只能从沟沟里打水 不过这些年来他们也从来没放弃过打井这件事 只是如今林宇德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们村仍然没有一口能正常使用的井 这种异常的情况 让村民们也无可奈何 不过在挖井时遇到的一件怪事 才是让村民们人心惶惶 当年他们刚挖了十米多深 就发现好像挖到了什么东西 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一些白骨 看起来与人骨十分相似 这可把当时在场的村民给吓坏了 难不成他们村打不出水是受到诅咒了吗 要不然谁会把骨头埋得那么深呢 尤其是把村里发生的这些怪事联想到一起 会冒烟的神秘土质打不出水的井 诡异的骨头 怎么看都像是不祥之兆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是地下有宝藏 比如石油等矿产 记者显然也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于是就向地址陈专家求助 而陈专家在看到罗圈里村的地形时 就觉得这个地方不简单 这个村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连接外界 而且山上的石头也很奇特 然后就立即采样进行化验 化验的结果却让专家也大失一惊 原来罗圈里村的土质属于泥炭土 是大量只被死亡后被埋在地下 经过上万年时间的演变逐渐碳化 所以泥土的颜色才是黑色的 既能像碳一样燃烧还能冒出青烟 而里面的有机物丰富 可以说是天然的优质化肥 所以庄稼才会越长越旺盛 只是这些泥炭土应该在地下才对 为啥会漏在外面呢 专家根据这里的地形猜测 罗圈里村这片地方在之前应该是湖泊或沼泽 经过数万年的地质运动 才变成了如今这样 而让村民们忌讳不已的那副骨头 专家在看到之后却笑了 辽宁山村七二连三出现怪事 半夜地里突然冒起了青烟 村民们甚至还挖出了一副诡异的白骨 那么这个村落到底是不祥之地 还是真的埋着传说中的宝藏呢 因为这并不是村民们以为的人骨 而是动物身上的骨骼 应该是当时有动物来湖边喝水 结果发生了意外命丧于此 又被长年累月生成的泥炭土渐渐掩埋 只是这里要真是湖泊的话 为啥会一直打不出水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专家也给出了解释 直言这里的水是被漏光了 村子里的那条小路 就是漏水的缺口 而村民们之所以打不出井水 是因为挖的还不够深 因为数万年的泥炭土 累积的不知道有多厚 人工挖掘远远达不到这种深度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 村民们又找到了新的水源 罗泉里村也凭借着奇特的地质地貌 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前来观览 至此罗泉里村的怪事 终于水落实出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